這個外文底子這麼好 唱歌咬文嚼字 發音又標準 特別為了上這個節目一開始想熱鬧一下 帶來這樣一首歌 怪不得是外文這麼好 怪不得是國人失去一個寶藏 終於嫁到外國去 沒有 其實沒有嫁到外國 其實我覺得我蠻幸運的是 我把那個洋鬼子給拐到台灣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是常住在台灣 先生 差點要講入墜 先生 搬到台灣啦 這樣子啊 在台灣常住 我們台灣只會多一個人 不會少一個人 多了一個台灣女婿 是... 剛才看你唱歌這個 怎麼講 歡迎你來做我的鄰居 76620 好像喔 這已經拉遠了就很像 是... 既然做這個事為什麼要改變呢 而且你身材我剛才發現 鏡頭很好比例好棒 謝謝... 腿又長 對...不要彈到頭就好了 因為... 我看... 我真的研究過 真的... 演藝圈裡面真的... 每次到選帽子的時候發現 不容易找到尺寸 對... 演藝圈裡面大概沒有女藝人 比我的頭還大 可是我頭真的不大啦 真的... 如果要摸的話 我頭不大... 是... 那婚後來講的話 我知道你度了一個蜜月 說說看 在外國你怎麼沒有想嘗試什麼 我以為你一嫁出去 要見到你還真不容易了 可能就是隨著夫婿在西方的定居 那麼在那感覺生活一陣子怎麼樣 其實那時候我剛結婚的時候 我在國外待過一段日子 剛去的時候覺得好棒喔 青山綠水 好像那個風景明信片一樣 對 前院後院沒事 你們家後院還會有小松鼠啊 小鳥叫 小鳥 然後有時候還會有鹿 唉唷 還有鹿啊 對 小花鹿會在你們家後院這樣跑 那一天兩天看起來好開心喔 可是一個月以後的時候 死鹿怎麼又跑來了 煩死了沒有 在我們家後院裡面 不然讓它死這樣子 所以就開始覺得好無聊喔 每天看一樣的風景 我剛到溫哥華的第一天第二天 我睡不著覺 對 因為太安靜了 對 太安靜 後來我也覺得說 既然台灣的事業還可以再發展 那先生也覺得台灣不錯 所以我們才會這樣子都搬回來 對 真的 你們還沒到那個完全放鬆 就是在那邊像度假這樣 還年輕嘛 對 還有自己以往工作 一直在屬於這種常態性之下 我們人也壓縮會習慣的 對 突然叫你整個就像放棄下來中 就找不到位置了 對 其實這個行業真的是一個非常壓縮的行業 因為說你看像其他的人 他們的壓力 工作壓力是每天每天慢慢累積 可是像我們的話 我們是一個下午 在一個下午的節目錄影當中 不管是目前或者是幕後 他的那個壓力就要是壓縮在這一個下午 或者是唱片歌手 他可能六個月都是閒著 可是接下來的六個月 他要把人家的一年兩年的工作量 給他壓縮在那六個月完全完成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高壓力的行業 是 那是成品 有的時候又做出來 又怕說白忙一場 對 但是回想又不是那麼好 對 我也希望說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大家可以了解 其實藝人的工作真的很辛苦 而且其實我們內心深處都很單純的 對 你叫我們跨行出去做些事 就是可能大部分十之八九的失敗 對 然後真的不要覺得演藝圈 好像就是你在爆章 就是愛表演的一局 對 其實我們就是愛表演 然後不要覺得演藝圈裡面 就是你在爆章雜事上面看到那些 也有人真的是安安分分的在工作 也有人結婚生子 身分證上也是有登記的啦 我們也是有去公證的啦 好 我沒有那麼講到什麼 沒有沒有 27662.0 以上的言論都不代表可能立場 就是菲菲姐說的 我剛剛是歐陽菲菲附身 對不對 那是她的分身 我剛剛為什麼會講話 說了說了 這個還要聽聽妳這個歌聲 聽說妳今天選了一個歌 其實也是有一點人啟示 跟一些回憶在妳 對 我今天特別選的這幾首歌 都是我的好朋友薛岳的歌 這個要離我們遠去好多年了 我好喜歡他 他真的是我的偶像 除了廢翔以外 對 他 到底還有幾個意思 在這裡 我還有一個偶像 對 我有很多 還有一個偶像是 黃西田 他好帥喔 這講的是真話 我跟妳講 妳們不要以為他 妳收拾看那個角度 怎麼樣進入妳心裡 我是在秀場裡面碰到他 然後我就覺得 他其實好像試一下人又好好 對 妳不要看 妳看他那個五官喔 那種那種三十年都不會變的那種五官 對 今年應該有五字頭以上 可是他還是那樣子好帥 真的 背後看還原國中生 他如果不穿西裝的話 對不對 他是我的五相 阿姊姊哈 那回答 對不對 對 那是說每個人 那電視節目生態裡 我們都多聊聊 妳講真的 也不要怕得罪同事 這麼多的頻道現在 妳最喜歡哪個節目 最喜歡哪一個節目 真的讓妳在家裡泡一杯茶 這個是遙控器在手上 可能會停下來 是哪一個 其實說真的 我最喜歡的節目 真的是那個 傑克太神奇了 喔 什麼 購物頻道 我是代比吉布森 我今年三十四歲 我從事護士的工作 在兩年前我因為車禍 而傷到了我的脊椎 自從我使用了神奇腰帶之後 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的腰圍從三十二歲 已經降到了二十四吋 他覺得好像喔 那個口吻 其實我跟你講你會覺得 你會忍不住要一直看 一直看 然後就會把電話丟開 因為的話 因為在接下來的話 就會拿來播了 喔喔 對 跟著跟著就來訂一套了 就會來訂了 盲獻忠請您稍後 我們隨時等您來電 我好愛看那個節目 我們扯到那個節目 靈魂飄來飄去的 對啊 然後就說他學樂的歌曲 這個離我們遠去的朋友 已經十年了 我以前碰到他的時候 都是在秀場裡 匆匆的插聲而過 那時候大家都知道 趕場 那時候他帶的band 對 那時候最流行的叫 機場他的歌 對 對 我想應該有 總共以前出了幾張啊 沒有算耶 對 沒算喔 我看也有五六張的感覺 有有有 如果聯合集的話 大概有八九張 是是是 那麼當然你後面的這個 其他的跑道 都同時並進啊 讓大家把你的歌手的 色彩的沖淡 我早上講 我自己是個好奇寶寶 就是 什麼都想試試看 對 什麼都想試這樣子 就是 連先生都試了外國人 你要不要來問我呀 試用結果如何 那是緣分 對啦 真的是緣分 好奇就是特性 對 我記得一天搞笑 你也很厲害 我們那個本土口香糖 檳榔姐妹花的時候 是嗎 那個時候好紅喔 是呀 跟曹蘭是嗎 是呀 這一謊言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啊 曹蘭 有沒有給他八年啊 八九年了 像曹蘭演到日本去發展去 對啊 應該快念完書了 對 現在好像又重回到 演藝的這個崗位來 對 可能這種工作 也是一種怎麼講 上了癮 是很難這個 就像你這樣 結了婚了 你都還想說 真的空邪的時候 還是回來我最喜歡的本 我其實一直沒有退出 一直沒有退出 不管你是結婚也好 因為以前會擔心說 結了婚會不會這樣沒有票房 人家會不來請 現在覺得那是多餘的顧慮 對 我覺得現在的社會都在變了 時代也在變 所以其實我一直沒有退休 一直沒有退 想說退出演藝圈 如果我今天真的退出演藝圈的話 我就會很大聲的跟大家宣布說 拜拜 不玩了 這樣子 對 在那種階段恐怕 要以後再聊可能是 除非有了第二代 有了小孩 你就可能 才會考慮說 嗯 可是我老公不生耶 哎呀 那是屬於就是 講好的是吧 沒有 因為 不要第二代講 當初有聊過 其實結婚之前 我們真的把很多事情都講得很清楚 是 然後甚至連兩個人的這個錢財都講清楚了 我覺得跟西方人真的有這點好處 我不知道啦 這個也多聊來對 我們不懂對不對 西方人我們現在 幫我們看看 法 聊到哪 光說法令好像 好像多結幾次婚 聽說都還會 不是 多離幾次婚啊 有的時候離的離的還離窮掉了 聽說 他們的法令是男女保障怎麼講 男女保障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沒有去簽所謂的婚前協議書的話 就結了婚以後我們兩個 譬如說我跟你結婚了 一要分手的時候 一要分手的話 你的二分之一財產一定要歸我 這樣子的 對 但是我們一定要簽一個 他們叫Prenocument 就是婚前協議書 就是我們常會看到那種八卦演藝新聞啊 什麼 最近有沒有 麥克道格拉斯跟利卡瓊斯兩個人簽 因為你不簽的話到時候 他們兩個如果離婚的話 就要照剛才講的那種方式 你的一半就是我的 喔 那多離幾次 除以二再除以二再除以二 對啊 離個三五次那玩 窮光蛋 對 所以其實我跟他之前 在結婚之前 這個都有先談 然後小孩 他是有說他有興趣 可是因為他年紀到四十多歲 他會覺得有點來不及了 對 譬如說現在再生 然後再養的話 小孩將來怕會力不從心 可是我現在在設計他 可是他聽不懂 口味終於終於 我跟你講喔 我現在就在家裡 種很多的花花草草 唉唷 那這個是增加情調跟浪漫的 對 然後同時也是培養責任心 因為有了花花草草 你要出去玩的話 回來花就死啦 誰來澆水 誰來灌溫 對啊 那然後呢 先培養這個 然後再來呢就 養寵物 喔 養隻貓啊 養隻狗啊 要照顧牠照顧好 你根本沒有辦法出國啦 根本沒有辦法說到處亂跑啦 再來 保險套戳洞 我講很快 你們都沒聽到喔 今天訪問的半天這一句最有價值 就是那個 沒有啊 這是什麼時代 大家都聊 就是說安全套啊 讓牠這個 有一點破綻 沒有啊 開玩笑 再來的話 真的就要坐下來 來吵吵 下一代了這樣 但是我想說 戳洞好像不行啊 真的嗎 那個直徑還是他 要直接撿 其實這個 真的到這個時候 宣布的時候 我想牠還是很開心 啊 真的有啦 他開始有期待 不曉得這個 因為牠是巨蟹座 欸 這個寶寶長得像什麼樣 上面長大長得像費翔那種感覺 對啊 因為我其實 多好 我覺得很好奇 因為 講真的有點驕傲 因為 對啊 混血 只有我可以生混血兒 誰平時去生個混血兒 不被發現啊 妳想想看那畫面 沒事去生個混血兒 生的兒子像費翔 生女兒就像田露露 妳看多好 對啊 欸 你這個表情什麼 還有一點意見 是不是 那我給妳趕一下 趕一下 我對女兒妳有點意見 生的女兒像喜曼玲一樣 這麼漂亮 欸 兒子眼睛也要大大 像詩笑容這樣 好不好 欸 你這個表情又有一點意見 我都沒有說話 眼睛好漂亮 我都沒有說話 那個 那個 那是混到原住民啊 她那眼睛好美喔 輪廓很深的 睫毛又密 可是我還真的在國外有看過混血兒 真的 混得不太好的那種 混失敗 就是把所有雙方父母的那種缺點 都混到一起 好像這個基因也很難控制 對 你不能去設計 不管你們這樣子身材 你看 你也是這個 我們中國人有外國人的身材線條 真的啊 再配合她又是西方人 我看那個五官啊 個兒頭那都是一等一的 你不要講 越講我越期待 馬上回家就拿出剪刀來了 每一個都把它剪刀來了 越講我越期待耶 太太高了 真是怕唱到最後善氣又犯覆 真的很高 是 這個歌是 不錯 我唱一次 通常要休息個三天左右 不是普通人能夠唱的這種歌 這個 他除了自己的歌路很好 剛才我在排練的時候 他是突然手搭了我肩膀 他說 章魚站在你後面 我說 這什麼意思啊 你不用回頭 那就是很模仿個性 來給觀眾試試看 真的嗎 那要不要這樣 來看一下拍羅背 嗯 什麼 章魚在我背後啊 這可以雙黃嘛 真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章魚好像在在背後 平時好玩 唉唷 不過你剛剛唱的《愛你變得害》 也是羅文的歌 羅文的歌 你想不想感受一下羅文在你背後 唉唷 來來來來 羅文在你背後 什麼Key 這再高一點 是啊 阿阿阿給 阿阿給 什麼聲 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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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氣 咬字比較清楚 然後把音色弄得很扁 剛剛唱的是有一點羅文的詮釋方式 對 不過你這種方法 可能年輕人更能接受 真的嗎 我們那種唱法中規中矩 你這個比較奔放一點 奔放 有意思 有意思 我聊天中還看你帶來那種口氣的表演 平時真的好玩 因為平時你跟章魚很熟嘛 時常看他唱歌我就看他嘴型怎麼唱 然後看他表情怎麼樣 就學會了 這其實就是一種 這個怎麼講 除了歌唱以外 自己的一種聰明跟智慧的地方 還可以觀察別人 是 那你是在稱讚自己嗎 不是 你是模仿之王啊 沒有 看你眼神流露出那種沾沾自喜的 我們好像都這方面有點小聰明 有有有 是是 小聰明大智慧 很辣 這個回來身體還不同 還是做爸爸 是 就是看到你的這個消息 一個新聞 這個 這個 看了自己這個小孩 這個感覺如何 太爽了 太爽了 怎麼都爽字了 因為現在每天下班 就是工作完畢 第一件事情想到就是回家 回家 回家 就想趕快回家 抱一抱他 因為每次門一打開 我太太就會抱著他在門口接我 他一看到我那個表情就是 就是這樣子給我笑 然後我出門的時候 要去工作的時候 他也在門口送我 他一開始的時候是 他不知道我的話剛剛他就 然後門一關就聽到裡面 六個月就這樣子了 很絕的 這是天性 對 這是天性 是女兒 女兒 長得像你還像太太 我們兩個人的 所有的精華都在他身上 那只是取了個人 兩邊的優點 對 去無存清 對 是 這個 現在是怎麼講 安定下來了 這個 情感要找到的一個 就是歸宿 比較不會危害社會 所以接下來就是 想當年在婚前 以前自己覺得花不花 婚前的我其實 在想法上面是蠻花的 因為那時候個性沒定下來 就是到處看看 都覺得很不錯 都覺得很多機會 後來我覺得 找到一個愛我的人 是很重要的 對 找到愛我的人 對 因為我要去愛別人 這個是我主動去愛他 他又不一定愛我 可是要找一個 真的可能來愛你 可能來照顧你 跟你相依相守 一輩子的人 那就是一種選擇 我們真正的幸福 是 這個很有意思 不過有了第二代 看了對方的辛苦 這個 我們更要這個 怎麼講 對日後的 不管是行為 忠誠度等等 各方面 是 到目前為止 忠誠度還是百分之一百 還有呢 是 你聽得多愉快 好像是春風吹過心頭 對對對 斬草不除 跟春風吹過心 是不是 你是不是接這一句 是 我看你的這個 幸福洋溢啊 這是怎麼講 還有什麼 絕對不能任何的動搖 其實 有了家庭以後 是 在唱歌的時候 也多了一份不同的情感 說說看 對 因為以前唱歌就是很外放 就是很狂野那種唱法 那有了家庭 有了另外 就是穩定的感情以後呢 然後唱歌的時候 我覺得很紮實 那我以前有首歌曲 叫太傻 太傻 那以前的唱法 我相信跟現在的唱法 已經不一樣了 又不一樣了 剛剛說的這種情感 這個用法 跟這個因為人生的轉變 有沒有感覺體會出來 這個歌 同樣的一首歌 再唱 這個心情是心境不一樣 是啊 是 小哥你現在如果重唱 那個子欣永不留也會不一樣 以前很流暢 但是不懂得用感情 就像你這樣 懂得用感情 跟那唱將 唱將裡面那種放進去的那種 生命靈魂是不一樣的 是 果然是唱家頒獎的話 可是你知不知道 像我 我以前住來新加坡的時候 好 就是這樣聽你的歌 對 那個從你們學生時代 我在那裡就在 對 其實我們很期待 我們真的很期待 你出一張新的唱片 是重唱那個時代的歌曲 那不得了 對啊 小弟還可以充當您的製作人 不曉得你會嫌棄 真的嗎 我以前的歌 我就怕沒有時代感 怎麼會呢 這個現在重新編曲 再重唱的話 完全不一樣 真的 你的想法就新多了 常常有一些人來找我 都叫我出黃眉調 真的 不好意思 這還得到 就這樣又回去了 是 黃眉調固然好聽 對 我也像你講的這種 重唱 把一些好的東西自己留下來 是 然後觀眾也有一種新的包裝法 最近這個日本有一個歌手叫 玉智浩二 安全規的玉智浩二 對 他在去年 就把他十幾年前的歌曲 完全重唱一遍 結果 重新包裝 結果呢 結果在這個日本賣了 大賣 對 這是一個好的商機跟點子 沒錯 怎麼這樣就聊起來了 就把合約拿出來 說到這個 以前是一個人 剛剛聊到這個 有了家庭以後 可能我們的希望 工作的衝勁跟憧憬 也因為有了這個小生命 又有沒有帶來一些 那個衝擊是不一樣的 因為以前賺錢 就想說賺錢來花 自己怎麼樣 過得過癮一點 對對對 過得過癮一點 那現在也不一樣 現在賺到的錢都覺得說 我賺到這筆錢以後 我家裡面會顧得更好 有一個責任感 有責任感 但是還是有一點犧牲在裡頭 怎麼說 以前跟太太還沒結婚的時候 我們想要去哪裡 明天就去了 就度假去 就度假去 現在要顧小孩 譬如說我現在打高好夫球 我想出國打球 現在我不能去 因為我不能丟下他們 兩母女在家裡 一定打得不好 因為太寂寞 就牽肠掛肚 一定會 一定會 每一竿都會打到草叢裡面去 對 是 那你就可能要 熱鬧起見 那就要真的多辛苦 幹得多生幾個 有這個想法 有這個想法 因為我這個想法 是前兩天想出來的 比如說 就去做了這樣 不是 熱鬧起見 那就要真的多辛苦 幹得多生幾個 有這個想法 有這個想法 是 因為我這個想法是 是前兩天想出來的 就去做了是不是 不是 想出來 做是這樣 因為本來我們只有一個小孩 我們兩夫婦就說 我們不要了 一個就夠了 兩個人專心的愛他 一個人專心去愛他 集中火力 集中火力去愛他一個就好 可是後來想一想 不對 因為有一天我們會老 我們也離開他 到時世界上只剩下他自己 也滿孤單的 他沒親人沒有兄弟姐妹 他很孤單 沒有人照顧 互相幫忙 像小哥這樣 你有飛哥 有橫樹法師 爸爸媽媽還健在 你感覺到家庭的溫暖 那我不能讓我的小孩 將來他只有自己一個人 你這樣講 雖然我們幾個堂抬槓 憑你這樣講還滿甜蜜的 真的很甜蜜 抬得很甜蜜 槓得也不錯 我們講 子女有的時候 跟父母要有緣 也不是說你要就有 對 像你們這個是無意間有的 還是說 我們本來就想要有小孩 所以就已經在等待了 對 就讓他無意間產生這樣子 因為他兩樣體質的很好 很好 說了說了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中 讓我們在聽覺上 真的大大的滿足 來到你的節目我真的很開心 這樣好像老朋友聊著 是 我哪像做節目 是 好 接著下來 在這個節目節目之前 還要給我們帶來一首歌 選 選一個節奏輕鬆的歌 我知道你快慢都可以 什麼運用自如 好啊 好啊 這個我第一次在做秀的時候 就唱了一首歌 跟飛哥做秀的時候 帶來這首 人生如夢 對 以前我們在龍泉湖地下 常常拿來開場 我們兩個唱 當然我們唱法 還是不能像原唱人 帶來的原來的風味 那你拿 你看看 黃雨霖這首歌 聽起來好有氣質 而且你們深情款款 謝謝 感覺到這個歌路 有點改變 以前我們台語歌 都這樣 怎麼說 比較有爽 爽的 而且哭腔了很多 對 說到這個你改變很多 因為時代變了嘛 唱腔也稍微 以前黃雨霖的哭腔是收了很多 現在就是比較內心一點 唱的內心比較成熟 對 像剛剛唱的那首 不顧一切 它感覺是淡淡的 但是它的內心是波濤洶湧 是波濤洶湧 而且感覺畫面也變了 你這個唱歌台風更穩健 謝謝 謝謝 在唱的時候眉頭皺皺的 稍微這個情土的時候 又顯得很誠懇 還保留你個人那種味道 是… 服飾方面也改變了很多 而且很少看你 這麼時尚的打扮 對啊 這一次比較 稍微做一點變化 這次看了變白 這次到國外 大概也大採購了一下 因為每次 為了要買我的衣服 都很傷腦筋 因為都買不到我的尺寸 都到了童裝部去找 所以 但是到日本去買比較多 我發現那邊 大家的身材都跟我 雷同 錢花到哪裡就哪裡就是不一樣 有嗎 有… 還配一雙馬靴 我覺得這是外在 比較不重要 最重要是內在 對 看什麼 什麼樣的人去穿它 比較重要 說到這個出片 藝人也是滿煩惱的 因為你也在歌壇很多年了 有的時候我們自己 曾經的作品也滿多的 有的時候 一到自己新出的片子的時候 觀眾老師弄不清楚 因為舊東家也會做一些合集 精選 常常撞在一起 這怎麼這麼頭痛 對 講到這個 照我這樣算來 我的新專輯二十幾張 但是我的精選集也不少 也不少 也有將近快二十張 尤其你這邊一動的時候 他們也跟著你 準備一下 也跟著你一起同事推出 對 要過年了嘛 難免 那這個個人心態上呢 會不會覺得說 當然都是自己的歌 沒什麼結婚的 但是會覺得說 有時候我們的著重 在這一張最新的上面 其實最重要就是 可能因為有慢慢的在改變 在進步 所以往往會聽到過去的聲音 會覺得哪些不夠好 不夠成熟 對 會覺得有所遺憾 等於最新的狀況 就是要從最新專輯裡頭 對…不然對我來說 出越多 對我來講 也好嘛 要算清楚就好了嘛 不管你喜歡曾經的唱歌 黃以靈 還是現在最新的 可以從裡面體會出 你的這種變化跟成長 這個歌聽完了 這個是最新的歌 但是我們對你的一些救曲 也是念念不忘 哪一首 今天其實也可以在四五首歌 全部唱你的新歌 但是還是有些觀眾覺得說 聽到你的救曲 格外的懷念 像你這個有首歌叫 愛情的酒都不會拿 那一首也有七八年了吧 七八年了 時間真快 是啊 那怎麼我們都覺得 你好像沒長大 不感覺 對 印象一直停留在那個 剛剛被發掘的時代 當中的三散 也沒什麼說 看你說這個 純樸 體型各方面也沒有說改變 包括眼神都一樣 這個人是很單純的人 很客氣又單純的歌唱 環境歸環境都沒什麼改變 小哥也是 我也是沒改變嗎 雖然很久沒看到你 但是在電視上還是常看你的節目 是… 對…覺得你還是談笑風生 談笑風生 對 雖然有遇到一些什麼挫折 但是我要跟小哥講說 人生在所難免 不管怎麼樣 我們大家都會刺刺你的 你現在是點我的緋聞問題 我沒有明講 對… 說到這個也是奇怪 你在這麼多年 從來沒有任何問題的 給你帶來困擾 大概本身也是節身自愛 這個除了歌唱以外 都沒有什麼生活上的 沒有什麼複雜的 就像你剛剛講的嘛 來…繼續 家庭工作環境… 家庭工作環境 就像你剛剛講就是… 是… 是不是在外表上面 沒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人家也不會主動去追求這樣 這主要我們的心態 是…歌唱真的是純摯 一種興趣所在 那麼這個居家生活裡 都做些什麼呢 除了出片期宣傳 你比較忙一點 對 我可以待在家裡 可以待個兩三個月都不出門的 唉唷 對 那也滿…挺悶的 不會啊 但是我覺得… 那也關得住 我覺得這樣很快樂 譬如說在家裡上個網 然後跳舞機啦 跳跳舞啦 對 那滿有意思的 對 或是自己泡個茶 喝個下午茶 我覺得都是現在非常難得 很快樂的事情 最主要你個人很定性 才有辦法說在家裡就… 小哥也是 也可以嘛 我是… 聽說你可以看個什麼古董 看個幾個鐘頭 還坐在那兒 這是滿悶的啦 但是還會養我動物 就是…就像你正在悶的時候 因為老師有些小爪子 一直抓你 要你抱啊這些 妳有沒有養寵物 那我就比較不喜歡 不喜歡養寵物 我想乾淨 不要有毛 那家居生活就知道 一定是拿了什麼膽子 那些長得乾淨淨淨 有沒有刺得好像走 對 我不允許頭髮掉在地上 這也是一種 我們也是生活裡滿有潔癖的 那就不用講 男朋友要接個吻 可能都要刷牙 先去洗髮這樣 真的有人這樣子 我真的有人洗髮 洗髮去要做什麼 這… 真的有 真的… 現在就有很多個客視鏡很快的 我… 我一定說有個朋友啊 快點… 咬牙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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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有個朋友 賣光明 有一個朋友 爸爸要去他們家的時候 他還得先把抹布準備好 請他把襪子脫掉 先把腳擦乾淨 這還不打緊 還要先把電燈關起來 再把門打開 趕快進來…再趕快把門關起來 因為他怕蚊子跑進來 為了防蚊子 有光線 蚊子就… 哇 這也太過頭 我也有一個朋友 他每次是很煩 說先生跟他要做一點什麼事的時候 親近的時候 他說他很煩 我說那是多幸福啊 小孩這麼大 他還還會回來幫你交官 他說不是很麻煩 先生要是講好今晚 大家要在一起的時候 他說他就要洗澡 洗澡洗頭 耳朵孔裡面都挖得乾乾淨淨 耳朵就要洗了 因為他先生有的時候 會琴掉一下 他耳朵 腳底用刷子刷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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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他先生要做這些事 對他的服務給他的暖場 暖場 暖場 說暖場 錢賊 他是從腳開始到頭到耳朵 他說我很煩 我說你抽到頭獎還煩 這是不容易的 所以他們這個拍照他也很少 就是 這個量不多 但是這個在做的時候 這個質感也很好 他自己他太懶了一點了 等於他先生 就跟我唱出專輯一樣 量不多 但是質感要好 是 意思一樣 也是可以這樣來評 但是隔夜的量就很大 所以他是不是 說得很難 所以 工人開張的不顧一切了 他有什麼形象的不顧 要順便打歌歌名 說得你的歌 以前的歌也是 在聽都是怎麼講 回味無窮 自己唱起來 我覺得也很感謝這些歌 對… 只要說愛情的酒 都不會就是八年前 今天來聽聽看 好 前面那一句也是 他的那種solo 好像…這個歌有沒有人翻 翻唱 沒有人喔 沒有 好像沒有 就是那個solo的地方 怕唱不過你嘛 你以為頭一句solo solo就有了 完整 我… 我… 抱歉 我要不要聽 抱歉 抱歉 這個單疲的solo 愛情的酒 都會對 那個時候的唱法 現在自己回想起來 那時候哭腔比較重一點 對 對 那現在要保持以前那個感覺 就讓它自然吧 好… 因為最近她的新唱片 這種腔調是收了很多 但是我們再來回味一下 也是挺有意思的 好 愛情的酒都不會拿 那為什麼要說什麼 對不起 我… 那面對 要不然隔壁 那… 那說到剛才那裡 說到一些家庭裡面的事情 房事你會找到這樣 這是文英 剛才講那潔癖那些問題 對不對 剛才講的是真的 要再講了嗎 不能這樣 這個歌真的要給她完成 因為音音什麼音音 你看看 愛情 你… 她的聲音一直保持這麼多乾淨 真的不容易 我們再來回味一下 愛情的酒都沒問題 愛情的酒都沒問題 她是怎麼… 她是…她是… 什麼事 拉到… 鄉親就是我 是不是人手 我… 說到這個再回來了 我跟她準備一下 有一次我也是校長 我記得是跟楊帆吧 在巴黎時 那個台子已經很近了 以前西餐廳 我就唱一唱 我就一直笑 我笑到怎麼搞的 笑到最後唱一首歌 叫何日君再來 那我說好 我就笑著 好 來… 嘎… 一直笑 然後我說 然後我說對不起… 對不起…觀眾 我從來… 就準備了這樣 笑到差不多四次五次 前面第一次觀眾還這樣 很好笑 應該會笑中這樣 第二次來觀眾就這樣 後來呢 他們笑了 我也覺得情況不對了 就忍不住了 對 第三次又來的時候觀眾就這樣 進去笑完了 笑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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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賭氣了 你知道嗎 第四次已經完全沒有了 那次我真的 那次我就覺得 真的 後來第五次真的是弄得不敢笑 好好把它唱完這樣 你現在笑夠了 你這樣講下去我們有比較好 不是 那我會很難得看到 這麼正經的人 你是想到哪裡去了 待會兒後面還有很多問題 好 我來看他 不過這個歌真的 那我看第一句要不要唱歌 老師 我們知道他也是算是很小 就這個涉足的歌壇裡面 那個時候還在等待機會 這麼回憶起來的 聽說你在聊天都聊得很久 感謝吳靜淮先生 對 他是我的啟蒙老師 也是因為他 我才有機會進入這個歌壇 那個時候真的是 被他發現你的聲音很特別的時候 那時候幾歲 那時候十六七歲吧 十六七歲 十六七歲 那當然真正這個 在台上就開始唱唱歌的時候 是七八歲就有經驗了 對 七歲開始就唱了 這樣一算也 那可能 說不定比我們還長 只是出道得太早了 那真正被發現的時候 是十六七歲的時候 對 出第一張說什麼三八歲 那時候是十七歲 十七歲 對 那時候 我記得這個 還看你在西餐廳 偶爾碰到一下 對 那時候我們趕場瘋狂的時代 偶爾就閃了一下 這個女孩子唱得很好 但是還很小 對 這個 結果過不了多久 就看到唱片的由你開始出版了 那時候我還從來沒有想要簽什麼人 我還說 小妹妹唱得很好 這個 要不然我們推薦你還是什麼 我已經有人在簽下來了 然後就後來過不了多久 就是聽到你的唱片 說什麼三名 不好意思 對 那時候小哥 我都還記得小哥就是 最壓軸的嘛 還壓軸的 對 對 我還特別跑到前面去看你表演 那時候 是…也接受了一些 我那些笑話的汙染 其實那時候 對 根本也聽不懂 那些那時候的業者都只叫我 要唱兩首歌就好 一頭一尾 好 中間的開始就拉 那個時候就看出來 他前面雖然中規中矩唱 被星探發現以後那個歌曲 但那時候歌後很多 但是你小小年紀也是自己闖出一片天空 那時候有很多前輩 那麼這個吳靜淮先生 怎麼樣的這個 給你算是一個貴人 後來我就是每天 要練 對 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時間 他真的有教唱你 每天早上就一大早到老師家裡 去發聲練習 那時候都是騎摩托車 對 那後來他也陸陸續續 把我的聲音錄起來 介紹給各個唱片公司 那是個大工程 對… 但是那時候因為又瘦又小 然後又國中生嘛 曬得很黑 又乾又扁 對 然後又講了一口很流利的台灣狗語 就是 那時候不流行現在什麼 首歌那時候講 現在只有流行 首歌市面上的紅牡丹的話 吃個兩瓶就好 王開成 你好 嗨 小哥 你好 這首歌唱起來非常的不錯 謝謝… 雖然這個是一首台語歌 但是現在台語歌 有一點風格在改 你這首就滿新的 對 跟以前的架構或是音樂是不太一樣的 對 其實我覺得在整個傳統的台語歌曲來講 希望給它不一樣的一些流行音樂的元素 讓它整個感覺更新 然後讓更多年輕人也能夠來接受台語歌 那之前好像還這個… 在這一次出發之前曾經還得過一個相當高的榮譽 其實還好我在96年發行的第一張專輯 叫《原諒我愛你》 然後在97年的時候 97年的時候 97年的時候呢 1997 還滿大的獎 沒有 我沒有得獎 我是入圍金曲獎的最佳方言男歌手 聽說當時好像還挺吃虧的 因為大家說 他跌破眼鏡 他就人家 刮斷 這個資歷怎麼講 突然還滿新的名字 那時候也不叫王開誠 對 那時候叫許願誠 許願誠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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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來了 就是你 我記得你 說到記得你 我也想到… 說到記得我就開始流汗 也讓我想起一個笑話 就有個太太懷孕了 不好意思 這個懷孕都快生了 先生還是常找她 他太太說不要啦 醫生說不要啦 不要緊啦 只要我們照顧好歲 是沒有問題的 後來終於小孩子生下來 喔 小孩子就生下來 哇 一看到他爸爸就說 我記得你 齁 也是推人家頭推的好用 好啊 我記得你 對…我記得 那個時候我就嚇一跳 就是人家吃得好聽 感情 突然後續又不見 失蹤一陣到哪裡去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其實不太想再往演藝圈 繼續的發展 後來還… 聽說還搬住家裡去重商去 對… 直到98年的時候突然… 最近怎麼會 又被吳宗憲… 吳宗憲自己也對外講 這個人的聲音啊 我找了很多年 終於被我發現 這就是我要的聲音 這是什麼樣的機緣 怎麼又再度了… 直到98年突然碰到 之前的唱片公司 的一個宣傳 是 然後在上通告的時候 他憲哥在… 在聊到說 那個許元澄 為什麼後來沒有後續的發展 對… 然後他一直在注意我的一些動向 對… 然後那個宣傳 就跟他… 就給了憲哥 我的電話 在聯絡上 對… 他發現他選都有一個方向 現場能力都很棒 而且你們台語言都… 這就很會流汗這樣 那很清晰的感覺 是… 說了… 剛剛在日本也待過一陣子 這樣就不用說 大家知道 日本演藝來說 刮客馬上一定是難不倒你的 大丈夫 唉唷 你看 馬上的… 老人說 對 要跟觀眾朋友問安一下 用日文 是… 再再來一次可以嗎 可以… 各位 大家好 我是王愷晨 請請請請請 請請 大家好 我是王愷晨 你也是世上 現在成為新一代的歌手 有的人都自己作詞作曲 這方面你也有這樣的興趣吧 對 有這樣的興趣 有沒有什麼樣的成品呢 而且在這張專輯裡面 有自己的一些創作 是… 那麼… 情感的目前狀況呢 嗯… 高大一個就對了 對 還沒有什麼那個 是… 也有戀愛的經驗有了 有… 尤其在日本 聽說他們 雖然是東方很保守的國家 這個年輕人的情愛也是相當開放的 對 日本很開放啊 你有去那邊 當然也會有一點火花吧 在那邊住了這麼多年 嗯…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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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國爭光 這個八年抗爭的文章 剛剛這樣 總是這個 你有沒有碰到過 心儀的人 可能會不會覺得文化 會不會配得起來呢 其實我在日本有過一段這樣的一國戀情 是… 在那邊 在日本念書的時候 說說看他們假如在談情書外中 有什麼重要的情人節 當然不用講 他們怎麼來表達愛意或什麼 或是你要追他們當地人的時候 用什麼他們的方式 有沒有跟國內不一樣 我們一聊聊看 其實我覺得日本女孩子 表面上是比較會… 當你在示好的時候 她是馬上接受還是說 有他們的一種矜持的方法 沒有 沒有 他們比較 我覺得比較害羞 比較 可是她其實內心裡面是 可以的 對 可是她就會比較 就是可能不能明說 是 是其實 是藍裙子白短襪那種 就好像H H旅遊 他們比較常講的一些口頭語 有的時候看他們情人節 老師把糖丟到地下是什麼意思 我們看不懂 丟到地下 然後有人去撿 他們其實日本當地有很多的一些 民宿上的一些差異 是是是 可是那可能是比較 就是比較鄉下的地方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例子 是是是 我住的那邊是東京 所以其實也很少碰到這樣的情形 這個很妙了 他們有很多的風俗文化 我們也看不太懂 對 而且差異蠻大的 像很多日本有很多祭禮有沒有 祭典 對 祭典 也是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對 還有什麼 蠻有趣的 推車子 忽然是坐著大木頭往上下衝 徒手騎在上面 常常下來斷手斷腿的 他們還是很 氣氛還是很高 而且那個房子撞毀的都是 聽說這樣子會賺錢 這樣子啊 對 而且每年這樣一撞下來 每次的祭典裡一撞下來 那個 好像那個賠償費要蠻貴的 但是他們都沒關係 整個費用對 那個撞到還算真好貴 撞到算是好貴 那說得越問還越深 那請問滴蠟燭這些 滴蠟燭是 好像也是 他們帶動這個 十五期的最早的觀念 也是從二聚啊或什麼 滴蠟燭啊 皮鞭啊 那個叫SK 他那種方式的那種生存 也有這樣的專門店 好像也滿足 他們社會是多重一樣的發展 我覺得它是很多元化 什麼樣的人都有 就是它只要合法 你就有你的這個消費的天空 對 還有什麼偷窺的啊 對 對 他們在那邊都很風行 對 很奇怪 還有這個 還有什麼男孩子 喜歡穿女裝的那種 對 還有那樣的族群 對 其實日本是一個很開放的一個 多元化的一個社會 吃一些美少女新鮮的 剛剛排泄出來的 很不舒服 你們有沒有看到 台灣電視都有 有嗎 有 台灣電視我就看到 那個是 就是我就不懂 還很貴呢 吃排泄物 還拿那個 那個會叫什麼 保鮮膜蓋起來 而且上面有他的照片 身材三圍 就有人買去吃了 奇怪 當作米松西路煮湯的時候 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 他就有很多 他就有很多 麻煩 就要吃過